天蓝色的车身巨大的尾翼 丝滑而又时尚的车身设计 让这辆专门为纳斯卡设计的美式肌肉车 可以轻松突破每小时200英里的时速 甚至一度改变了人们对于传统纳斯卡 Star Car Racing参赛车辆外观的认知 普利茅斯超级鸟诞生的前一年 同属克莱斯勒集团的稻奇战马戴通纳 便采用了类似的大尾翼设计 超级鸟便是它的姐妹款赛车 由于它们实在是太快了 纳斯卡在1971年不得不禁止它们参赛 到其更是因此离开了纳斯卡长达30年之久 虽然只闪耀了短短的一个赛季 但这辆天蓝色的超级鸟形象早已渗入人心 电影赛车总动员更是唤起了 人们对这台空气动力学怪兽荣耀时光的回忆 而超级鸟故事的背后则有这样一位关键人物 曾经的波音集团试飞工程师 阿波罗计划的火箭工程师 加里·罗姆伯格 罗姆伯格是土生土长的华盛顿人 1957年22岁的他从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后 便在西雅图近郊的波音航空公司 担任空气动力学工程师以及试飞工程师 而仅仅4年后 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了首个进入太空的人类 这让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政府倍感压力 因为肯尼迪在竞选时曾经承诺 要在航天领域全面超越苏联 已经处于及其被动地位的美国急需利益向航天计划 来确保他们不至于落后苏联 于是肯尼迪捡起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提出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并给足了经费 全面招来人才 罗姆伯格便在其中 他在1960年代初便加入了阿波罗计划 进入登月计划后 罗姆伯格便专注于土星一号 以及土星一臂号运载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以及研发 而土星一臂号正是1968年 美国首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时 所使用的运载火箭 罗姆伯格参与设计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 也在1969年把尼尔·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 阿波罗计划的背后 罗姆伯格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这是我的一小步 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 1969年的外太空 阿姆斯特朗迈出了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步 而在1969年的地球上 克莱斯勒在纳斯卡这种马力及正义的赛场上 向空气动力学革新迈出了第一步 旗下品牌稻奇在经历了1968年的失败以后 在随后的1969年 基于赛道版战马 推出了稻奇战马戴通纳版本 易改传统的前隔山风格 用尖尖的鼻椎取而代之 并在尾部加上了23英寸高的大尾翼 诸多的改变配上7.2升马格南V8发动机 让这辆空洞怪兽 在1970年成为了纳斯卡历史上 第一辆突破每小时200英里时速的参赛车辆 而这时候的罗姆伯格刚刚结束自己在阿波罗计划中的任务 他发现自己刚好站在了纳斯卡空气动力学革新的临界点上 而空气动力学恰好又是自己擅长的领域 阿波罗计划中 他又结识了许多来自克莱斯勒航天部门的工程师 在他们的引荐下 罗姆伯格来到了克莱斯勒赛车部门迎接全新的挑战 与航天部门的团结一致不同 克莱斯勒赛车部门却是各有各的计划 这就导致了他们在赛道上不光要与垄断七年制造商冠军的福特竞争 还要面对集团内部到齐和普利茅斯的内斗 而普利茅斯的当家车手 车王李查德佩蒂和他的父亲李佩蒂 几乎在1958-1968年间都开着普利茅斯赛车 并驾驶着普利茅斯赢得了三个车手总冠军 李查德佩蒂更是在1967和68年驾驶着普利茅斯贝尔维迪 总共赢得了43场胜利 但可惜1968年的车手总冠军却被开着福特的大卫·皮特森夺走 时间来到到齐战马戴通纳诞生的1969年 李查德佩蒂看到了到齐跨时代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便多次表示自己也想拥有一台带尾翼的猜车 但是作为到齐姐妹品牌的普利茅斯却不为所动 依然宣布沿用前两年的普利茅斯贝尔维迪赛车的设计 于是失望的李查德佩蒂便宣布自己和福特签约一年 征战1969年的纳斯卡赛季 而李查德佩蒂选择一年合约 对外界释放的信号也很明显 那就是他没失望把福特一直开下去 依然对普利茅斯抱有希望 普利茅斯也并非顽固不化 在赶走了李查德佩蒂之后 普利茅斯的一位高管便亲自在1969赛季中期 把他接到北卡罗莱纳州 并诚恳地问他 我们需要怎么做 您才愿意在1970年重新驾驶普利茅斯赛车 李查德佩蒂毫不犹豫地回答 给我一辆像道琪那样的赛车 这就足够了 我想在明年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而没过多长时间 普利茅斯就向李查德佩蒂展示了1970年的新车概念 李查德佩蒂本人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他表示普利茅斯一定是很早就想造这么一台车出来了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内没人能造得出来这么一台车 的确在李查德佩蒂抛弃普利茅斯之后 来到克莱斯洛的罗姆伯格就已经着手设计1970款普利茅斯赛车了 他和手下的工程师借鉴了道琪战马戴通纳的设计 在威西托州立大学的风动实验室里 窝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设计新款赛车的前鼻翼 引擎盖和尾翼的尺寸形状和位置 最终他们认为老款普利茅斯贝尔维迪的车型并不适合这种设计 所以他们选择了普利茅斯Rodrunner的流线型车身进行改造 并把最终成型的赛车命名为超级鸟Superbird 以致敬动画片《威力郎与BB鸟》中的走绢 The Roadrunner 这辆超级鸟也得到了佩蒂家族车队的大力支持 李查德佩蒂也被罗姆伯格的敬业精神所打动 作为设计师 他对一切都很投入 不光是空气动力学方面 他还会亲自确保底盘 防滚架 尾翼 悬挂 没有任何问题 他一直在研发的一线推着车队往前走 超级鸟的表现也是不负众望 虽然在短赛道上使用的仍然是没有尾翼的版本 比如赛车总动员中车王事故的原型 便发生在1970年的达林顿赛场上 当时李查德佩蒂驾驶的便是五尾翼版本的Roadrunner 在翻滚了五圈之后 他的赛车终于停了下来 李查德佩蒂受到剧烈的冲击陷入昏迷 随后被及时就医 万幸的是他只有左肩骨折了 不可否认的是 超级鸟统治了像戴通纳500这样的高速高坡度的长赛道 李查德佩蒂驾驶着他的43号大尾翼版本超级鸟 在1970年取得了4场胜利 全年共获得18场胜利 佩蒂驾驶族车队的另一位车手皮特·汉米尔顿 则驾驶着40号赛车赢得了戴通纳500和塔拉迪加500的冠军 由于当时的纳斯卡规定 参赛车辆必须同时向公众出售 而且制造商每拥有两家经销商 就必须生产一台同规格赛车 所以普利茅斯总共打造了1923台超级鸟 这使得超级鸟不光在赛道上大杀四方 更是在公路上收获了一众赛车爱好者的喜爱 但遗憾的是 第一年采用这种设计的普利茅斯超级鸟 还是输给了道琪战马戴通纳 但同时道琪也打破了福特对于制造商冠军长达7年的垄断 当时克莱斯勒的参赛口号就是打败福特 尤其在里莎德佩蒂抛弃普利茅斯转投福特之后 克莱斯勒与福特的竞争更是达到了最高潮 但这种竞争并没能延续下去 1971年 由于纳斯卡认为道琪和普利茅斯的强势已经打破了赛场的平衡 光是1970年车手积分榜前五就被道琪和普利茅斯的车手全部占据 所以纳斯卡对所有戴尾翼的赛车大消一道 将他们的V8引擎排量从7.0升限制到5.0升 如果车队不想牺牲排量 那么就需要装配更大规格的引擎 然而这会使得车辆明显加重 无论怎样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都挽救不会来速度上的缺失 虽然大尾翼设计在1971年依然合规 但是在新的引擎规则之下 大尾翼赛车从此便告别了纳斯卡赛场 另一方面 空气动力学怪兽的出现也使得当时的赛车极限 已经超过了轮胎技术的极限 所以纳斯卡也不得不通过修改规则 为赛车降速来确保安全 赛道下 针对赛车高昂的保险费用 以及新的尾翼排放法规 也无法让超级鸟适应市场的新需求 自此短暂闪耀过的超级鸟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普利茅斯超级鸟虽然只在赛场上飞驰了短短的一年 但它的驾驶者却是纳斯卡历史上不折不扣的车王 200个分战冠军 123个甘围 7个年度总冠军 单赛季27场胜利 7场戴通纳500冠军 单赛季10连胜 以及1185场参赛纪录 这些成绩至今都无人超越 再加上赛车总动员中沉着而又冷静的形象 虽然超级鸟没有拿到过年度冠军 但车王也驾驶着43号普利茅斯 Roadrunner 在1971和72年连续获得年度总冠军 大卫一肩鼻锥 这两一度改变了观众对于纳斯卡赛车审美的超级鸟 是如此具有象征性 不知不觉中 它便成了车王的象征 这一度改变了观众对于纳斯卡赛车审美的超级鸟 这一度改变了观众对于纳斯卡赛车审美的超级鸟